嘩 擴出了是不是人都需要 二至八十都走不掉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 喂 喂喂喂 hello 你好 各位是在 你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我叫Maggie 再次借助大家的掌聲歡迎 各位來到我們 每個月一次的美容講座 我們今天會做一個 做一個全球性的一個廣播 所以各位 想讓你們在全球 每一個角落 都有你們的partner 想不想你們的partner都能擁有 想不想每個都能參與 想 各位想要合作 每個都要靜 我們在另一個角度的朋友 都可以一百個percent 收到我們今天這個全場的會議 好嗎 好了 正式的會議現在開始 請各位 所以電話都要合作 還有Wi-Fi 都不要用公司的Wi-Fi 今天我們這位港姐 非常之勇華 她的背景 她有二十年在美容界的經驗 她本身在美容 化妝 在cap walk 在形象指導方面 都非常之出色 一位是美容界的達人 甚至乎很多機構 甚至乎很多show 她都會邀請她出席 去做美容指導 甚至乎有些導師 甚至乎有些 甚至乎是邀請她作為評判 如果今天出席 來這裡 教導我們如何好好用產品 認識產品 是否非常之合同 不如我借助各位掌聲 我們二力邀請歡迎Carol 歡迎你和嘉賊人 Carol 聽不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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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一個麥克風都要玩 聽不聽到後面的朋友 聽到 我應該在今次向這個鏡頭說聲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 美容說了全球直播 所以其實我也有點緊張 所以我也想你們 借助你們掌聲 鼓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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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在坐在電腦面前 坐在CAM面前的 所有全球哲司的老友記 好了 我們今天既然來到這裡 當然不想廢話多說 剛才MC講過 介紹過我出場 其實我在這行業 都不是二十年那麼少 所以其實有很多朋友說 你究竟多少歲入這行 我就告訴你 所以我今天告訴你 抗衰老是幾個種 好 謝謝 好 我們今天的話題 講什麼呢 我們今天的話題 講抗衰老 OK 我先看看 對了 主題今天是抗衰老 那我是否站在那邊 是否會好一點 我想問 站在那邊 是不是站在那邊好一點 好 好了 我想問一下 還有這麼多位 你們覺得 你們 哪一個需要抗衰老 抗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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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最近這幾天 我和一位朋友聊天 一個二十歲 是男士 她說 竟然 我很怕我有皺衰老 所以她說我想要抗衰老 所以其實現在我想說 抗衰老的那個情況 已經是越來越年輕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我們講在抗衰老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 究竟我們抱一個什麼態度 去看我們自己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態度 去對我們自己的評估 其實我們看看 我們想一想 我們過去 我們怎樣對我們自己的身體 有很多人 誒 隨便吧 隨便吧 我隨便買些 隨便洗臉就可以了 有沒有人是這樣的 我想現在少一點 但是你不要不舉手 我知道在在的男士 都還是這樣 又或者她說 隨便吧 水洗臉就可以了 有沒有人是這樣的觀念 都還有是 有沒有人隨便 有沒有人隨便 就在街上 見到她是洗臉的東西 就是在架子拿下來去洗的 有沒有試過是這樣 有人舉手 有人舉手 有沒有人 朋友說好 我就用一下 有沒有 有 有 有幾多個是這樣 有 有沒有人用過一些東西之後 你發覺 都可以 不過都好像沒有什麼改善 都有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 很多朋友 開始用節思的產品的時候 都發現有些問題 不知道你們在座有沒有 每一次我講的時候 都會有些人都告訴我 Karo 我想和你聊一聊 我臉上有點癢 用完之後 有沒有 又是額頭 有沒有人有脫皮 有 有沒有人有癢 有 有沒有人有腫 有 有沒有人有癢 有 有 想不想解決 想 好 當你想解決這些東西之前 我先先解決一下 好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問 我們生活了這麼多年 我們問一下 我們真的有沒有善待自己的身體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看回 我們影響我們皮膚的優質很多 而第一樣東西影響的是什麼 水 我們現在 在城市上用的水 大部分 我們裡面都會添加了一些的化學物質 是用來做什麼 塞粉 塞粉 是不是 消毒 但是相對這些化學物質 它也會傷害我們皮膚 我們回想一下 我們的媽媽 不是 應該說婆婆那一代 是不是 你看看他們 他們的皮膚去到很多年之後 他們的皮膚依然很漂亮 是不是 但是呢 我們可能 二十多歲 已經滿臉那麼瘡 三十歲 你開始發現有關 然後呢 未到三十五歲 已經開始有眼紋了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有這樣的狀況 不是 應該不是這樣說 你身邊有沒有朋友 有這樣的狀況 你聽聞了 你回答得舒服一點 你身邊的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都有 所以我們說 很多時候 我們看看 有什麼因素 影響我們皮膚 第一就是水 第二就是空氣 現在的空氣 跟我們說 五十年前的空氣 有沒有不一樣 有 空氣的污染 是不是大了 整個全球的環境 是不是會不同了 你只看打風就知道 以前 應該是六七月 應該打很多風 現在可能去到九月 十月才打風 全球環球的氣候 都是升溫人 還有污染程度高了 有時 你有沒有看到這幾天香港 那個環境 哇 是不是很骯髒 很多 很多微粒子在空氣 所以 這些微粒子 不單在空氣裡面浮油 那麼簡單 而它裡面還添加了很多 在附近環境 一些工廠 吹來的一些重金屬 一些化學的物質 它們會不會黏住你的皮膚 會的 其實會的 就說我們現在在街 很多時候在街 我們站在街邊 等巴士的時候 其實你知不知道 你站在巴士站那裡 很多廢氣 黏上來的那些 那些黑漆漆的那些 其實是很多的重金屬 而這些重金屬 在我們皮膚裡面 在皮膚黏在那裡 不是一杯水可以洗的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我們就要知道 怎樣去保護我們皮膚 第三件事就是食物 我們說了五十年前 你有沒有經常出街吃飯 你們還沒出生 應該是你問一下 你爸爸媽媽 或者你婆婆 他們不會經常出街吃飯 出街吃飯應該 有喜慶 有節日 才會出去吃 痛苦一點 但是現在 誰一天有一餐在家吃的 有一個 我也有十個八個 還好 但是誰是以星期去計 一個星期會有一餐在家吃的 多少少 誰是以月去計的 那你其他的在哪裏吃 麵計 其他的在哪裏吃 是不是在街上吃 所以你看到現在 你發覺快餐很多 我們認識的食物裏面 會有很多的味精 很多重油重鹽 等等這些 這些都會影響到我們身體 還有就是環境寒耳蒙 特別我今天會講講 關於環境寒耳蒙 環境寒耳蒙是什麼 就是我們平時 你平時用的水流水 護髮素 裡面有很多香料 很多後面的成分 是不知名的成分 你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有些是色素 有些是防腐劑等等 我們這些物質 原來在我們的皮膚裡 我們吸收了之後 會影響一個外生性的荷爾蒙 所以你發覺近這幾十年 你會發現在市面上多了很多 一群群是男同男 女同女拍拖那些 是不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不是他們想的 而是他們影響到荷爾蒙之後 這個狀況是會令到他們的身體 他們是控制不到的 這個不是因為我們是人類 而是我們發現 在動物界都已經有那些情況 所以我們已經很多年前 我們發現 在科學家裡面 發現很多的小鳥 他們交配不到 因為他們透過唱歌 透過他們的氣味 去吸引熱性 但吸引回來都是同性 所以他們兩個在一起 大家鬥聊天 就以為交配到 但是生不到大 所以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情況 也會影響到什麼呢 影響到有很多的 自然界的生物 已經一路一路 越來越少 種類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因為我們的洗河水 護髮素 我們的家裡的清潔劑 全部流入了河流之後 污染了泥土 而這些情況 是令到自然界很多的動物 他們喝的水等等 是令到 影響到荷爾蒙的狀況 這個就是素化劑 而素化劑所影響到 在我們人的身體上 你說我們用在外用而已 我們不是吃 我想給你知 一件事就是 當然我們吃了一些化學物質 其實有90% 你可以排得出來 但是如果我們在皮膚 用的化學物質 我可以說 有90% 是會積穿在你的身體裡 是排不到出來的 所以你要善待善用 你們選擇 你們的手水 護髮素 你們的清潔用品 因為這些是你每天 都會使用的 而我們吸收得最多的地方 是哪裏 在我們的肥龍骨 這個位置 和我們的心直器官 這裏是吸收三十幾至四十幾倍 是以倍數計 所以我們在說 這個是會令到我們 更加小心地去挑選 一些護膚品 或者一些清潔用品 是讓我們在身體上用 好的 第五件事 我剛才問過很多朋友 護膚品 你覺得現在的護膚品 是否必須的 我可以告訴你 是必須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年代 已經和以前不同 現在我們需要清潔 或者我們需要護理 或者我們需要我們靠養 吃飯 是不是要多了 我經常跟我的朋友說 如果我今天告訴大家 我入行已經三十年了 我是合法年齡才入行 那你大概猜到我幾歲 是不是 那既然這樣的話 你覺得我 還有沒有幾真力呢 有 我為一句話 或者男士 我覺得打理自己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責任 因為當你想你的事業更加長久的時候 其實你在自己個人的護理那方面 是更加要接近一些的 所以你的事業可以 別人看下去 你應該還多年輕 他都還給你機會 所以這個也是 哄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起碼你不知自己開心 好了 第六就是藥物 我們看一下 現在吃藥的人多不多 很多 我不是說濫藥的人 而是很多人 是 頭痛就會去找些披折 吃 甚至找些食藥吃 我有一次和我爸爸去看醫生 你知道我爸爸也有這麼長的年紀 那我就和他去腹疹 腹疹在眼裡 坐在旁邊腹疹那些 都是這麼長的年紀 他們的交談之中 很有趣 他們就說 嘿 我啊 在吃這些血壓藥 另外一個 我和我剛剛 早上個月 我才招完手術 去通過波仔 就在吃什麼藥 那個人就說 在吃一些糖尿藥 然後我坐在旁邊聽的時候 我說 為什麼你們覺得吃藥 好像吃到理所當然 然後他們就說 嘿 是這樣的 我們這個年紀過 都是這樣吃的 是不是 不是的 我們身體不應該吃藥 我們應該吃吃核的 所以我們如果 從年輕的時候 我們已經好好的 去打理我們身體的時候 這個情況是不應該發生的 而且我們說 除了藥物之外 我們還有很多的途徑 可以令我們自己健康 而不一定要吃藥物 對於我來說 我可以說 在吃藥那方面 從小到大 我會覺得 除非是非常緊急的情況 就是說可能是有意外發生 我們需要去到診治 要急症地去吃藥之外 否則的話 是不應該吃藥的 因為有自然界裡面 有很多的方法 是可以幫我們減輕 和減低很多的症狀 只是我們知不知道 所以 順帶一提 下個月 請來Dr. Chang的講座 好的 第七 就是壓力 現在現代人有沒有壓力 不如這樣 現在現代人 誰沒有壓力 連小朋友也有壓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 壓力 其實現在可以說 是都市裡面 頭一、二號的 我們叫做殺手 而是很多 是漠視了 壓力這件事 是令到 令到 即是 我身體會有影響 舉個例 今天 我講這個課的時候 你問我有沒有壓力 有 很大壓力 我昨天睡得不好 是的 第二件事 我知道今天全球直播 我很緊張 所以 我的壓力都會有 它會令到我會怎樣 會不夠精神 我會很累 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們說 就是 不要漠視壓力 而是我們要怎樣 正面去看 我們要先承認我們有壓力 然後好好分配你的時間 令到 你將那個 你那個 你要找方法 去令到你去解決 有什麼方法是最好 可以解決壓力的 有什麼方法 你知道嗎 唱歌 做什麼呢 玩 是最好的方法 是減輕壓力的 沒錯 所以 有人曾經問過我們 他說 如果 今天那個 那個 那個 時間表 一個禮拜裡面的時間表 如果你去玩的話 你會擺多少時間 其實每個禮拜 你都應該要分些時間去玩 你知道嗎 所以 這個是減輕壓力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另外 情緒 現在 現代人很多時候 情緒 壓力 這件事 會盡量 收起來 因為不應該被人看到 是不是 不應該的 是應該 要找方法 渠滑出來的 否則的話 這些 情緒 和壓力 是會令到我們壓到 會變成 而這兩樣東西 往往 我想告訴大家 往往 是令到我們身體裡面的 賀爾蒙變化 是很大的 所以 亦都會 為什麽令到很多女士 提早 會有 一些 痰出現 提早 會有 我們 驚奇 混亂 那些狀況 亦都會令到 可能 甚至有些人 是 腸胃不好 排泄不好 等等 這些問題 所以 這個是不可以 漠視的 另外 就是深層代謝 我們每個人 是不是 都會有 我們是否每個人都在老 是 同一個意思 是老 但是 我們可不可以 將這件事 減慢一些 可以的 以前 我都告訴你 嗯 比較難些 但現在可不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我們要怎樣 要認識身體 好了 最後 就是遺傳基因 遺傳 有很多人說 我家人有 有這個 有這個 這個叫什麼病 糖尿 有心臟病 是不是 一定不會有的 不一定的 這個遺傳基因 不一定 這個密碼 會打開的 只要你 好好地照顧你身體的時候 這個密碼 是不會打開的 當你大概知道 影響你身體的狀況之後 你就會明白了 我們在說 有很多 我曾經試過 有一個 patreon 他跟我說 他說 唉 就是因為我有遺傳病 所以 唉 我都心無可戀 所以我就 想著人生就是這樣 我就吃得就吃 睡得就睡 大玩就玩 大吃就大吃 最終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 他有遺傳基因 遺傳的問題 不單止沒有改善 而且還添加了 有什麼 有糖尿病 還添加了 會有 有這個 血脂膏 你會覺得 這個問題 是不是更大 所以這個 我們更加 如果家族性是有遺傳病的 你更加要怎樣 要是 在你自己健康的方面 他懂得去保養 好了 我們看看 當明白了你的身體之後 你就會不同 第一件事 我們要明白的就是 你的身體 第一件事 要知道的 我有骨落 誰沒有腰骨的 大家都有的 骨落就等於 好像大下降筋一樣 我們整身的骨落 其實如果有一些骨落 歪了的話 其實就會令到我們有什麼問題 肌肉就跟著會歪 當肌肉跟著歪的時候 神經線裡面有些東西 就會夾住 壓住了 所以有些人 為什麼 就說 舉個例子 有些朋友 年紀越大 你發覺 可能臉越來越凹 是不是 就是因為 他可能的頸骨那裡 有移位 那些血沒有辦法上去 身層代謝 沒有辦法去給到 足夠的營養 給你頭部裡面的肌肉 去代謝 所以就會令到 你會有機會 越來越凹 但是這樣不假就在 就知道 整個頭 整個頭好像 骷髏骨頭一樣 是不是 有些人要留意 如果頸骨 有些人歪了的時候 我也都試過 有一個朋友 他的一邊臉 是好像越來越細 越來越凹 他一邊臉 即是說他可能有一邊是塞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特別要留意的 就是 我們人本身生出來的 那個屁架 就全部都是對稱的 例如我們盆骨 就是對稱 但是有很多人 因為坐的關係 怎麼坐的 是不是 我們要斯文 是不是 就不會這樣坐的 是會怎樣 翹腳 回家 坐的時候 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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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坐著 這個就會令到 我們那個盆骨 和我們的腰骨 會受損 和會令到 我們裏面的 裏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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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的器官 會有問題 而我們大部分 無論男性 或者女性 都好 我們的心直器官 的 內臟 都在這裏 所以也會因此 影響到我們的 荷爾蒙 都會有影響 所以我很多時候 我講過 前面這一部分 特別重要 就是你要先認識 你自己的身體 先 第二 就是肌肉 我們肌肉 第二 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要保持它的彈性 和保持它的血液循環 如果你說 如果我說 骨架是我們的鋼筋 大廈好像類似大廈的鋼筋一樣 而肌肉就等於 好像紅毛泥一樣 其實 如果你的大廈 所有紅毛泥 其實都是散散的 鬆吼吼的時候 你那個大廈 穩不穩固 不穩固 又或者 如果那個大廈 起的時候 全部都是一些 紅毛泥石屎 很薄的 那你會怎樣 你覺得打工 怕不怕 為什麼我這樣說 有很多人會覺得 肌肉 當然 越瘦越好 越沒有肌肉 越好 不一定 第一件事 就是背部的肌肉 一定要有的 很多人肺肉很弱 留意一下他的肌肉 背部 和身後的肌肉 很薄的 知道為什麼嗎 你蓋屁也蓋得不夠暖 你的肺怎麼會不冷漆呢 對吧 所以我們說 肌肉 其實在我們的肌肉裡面 沒有很多的血管 而這些血管 是幫助我們 好像一條 好像一條 高速公路一樣 在我們身體裡面 帶著我們身體裡面 有很多的營養 和氧氣 帶著我們全身去走 但是如果我們肌肉很繃緊的時候 好了 現在大家做一些動作 你捏一下自己的肩膀 誰覺得自己緊的 舉手 嘩 很多 差不多全部都是 對吧 你不要說自己的肩膀 為什麼會這麼緊呢 大部分人 現在的肌肉 會看著 是這樣 整個蛋 看不見到背部 就會開始縮了 骨頭開始縮了 尤其是小朋友喜歡打機的 看不見到 他後面的肌肉開始增長 前面的肌肉開始縮短 就會令到整個肺的區 就會撕進去 另一件事 就是後面的肌肉 因為拉長了的關係 其實會令到後面的肌肉 是非常緊張 拉長了 可以嗎 所以也會跟著 骨架 都會跟著 是怎樣 向前屈 就會令到 我們的胸骨 向內屈 就會令到我們的肺 不夠舒展 所以令到我們的氧氣 都會大不夠 有沒有人試過 走樓梯 走不到三、四層 已經 試過沒有 試過 我試過 我也試過 就是因為我以前 小時候 就整天都是這樣坐 就是因為這樣 耐摸了之後 就整天都不夠氣 我矯正了之後 身體的狀況就會很不同 而我們的肌肉 是層層疊的 一塊疊一塊 一塊疊一塊 有些人很不喜歡 雙腳粗 是不是 怎樣跑步 或者怎樣做運動 拉筋 都沒有辦法 令到那個腳瘦 有沒有人試過 誰想雙腳 是嗎 只要你的座肢 脾肢 去回漂亮的話 你慢慢就會收場 所有東西都 你去回正的位 所有東西就會好很多 所以其實如果這條 是血管的話 我們這個就是肌肉 如果你經常握得很緊 會怎樣 裡面的營養 那個血管 是不是會握得很緊 因為循環 就不好 慢慢慢慢 你的肌肉就可以鬆弛 因為因為營養 沒有辦法代謝 裡面也會積聚了很多乳酸 在裡面 而令到我們的身體 會越來越多肺氣 儲存在我們的細胞裡 相對來說 你的臉色好不好 所以年紀越大 你有沒有發覺 那些人越身體不好 面青唇白 就是因為血液循環 沒有辦法去加速 所以你要令到你自己放鬆 那什麼情況可以令你放鬆 你當然說 當然是躺在這裡 然後被人按 這個是我們叫被動性運動 就是說 你不動被人動 所以被人推 我們叫被動性運動 但你可以主動性一點的 主動性怎麼做呢 就是你自己有空拉一根 是不是拉得很高 以前我拉得那麼低 慢慢慢慢 你拉開肌肉的時候 你就可以慢慢慢慢拉高 但拉的時候 你要呼氣 呼氣 呼氣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拉高 好了 第二個動作最好的就是 我今天在學 就是把他的手推高 誰想要呼出來 我條件太短了 不好意思 好了 手拉高 兩隻手 好了 把手推上去 然後呼氣 呼氣 好了 這個是幫你修肚腩的 修肺腩的 還有就是 你一邊拉 一邊推上去 你會把你後面的脊骨位 整個脊骨位 這個位 你是會把它拉開 拉開 OK 覺得怎樣 很緊張 很緊張 多一點就有 有 有 對嗎 對嗎 另一個動作就是 你可以去拉的就是 把你的腳 向前抬 把後面的脊骨 拉 這個拉的動作 就可以令到 甚至你是 將它怎樣 將它向前抬的時候 是令到後面的脊骨 拉高 拉長 就令到你的腳 那個小腿位 沒有那麼大的腳骨 你是不是想修 修正 修正 這個也是幫助到我們 有很多拉筋的動作 是可以幫助我們 如果你不是一個 經常性 或者你夠氣可以運動的人 你一定要做拉筋 是令到你可以怎樣 放鬆 拉長你的肌肉 令到你的肌肉 可以好很多 但是臉的肌肉 怎樣拉 是嗎 我們經常都說話 是嗎 經常都有面部表情 如果經常都用了幾個肌肉 你會發覺你的肌肉 都會緊張 那你就要按摩 多一點去按摩 這樣就可以令到 慢慢拉長的肌肉 令到它好很多 頸這個肌肉 特別重要 這裡是會令到 我們這條頸 頸是否好看 第二樣也會令到 我們的血液循環 好不好 所以這條肌肉 你自己撕一下它 打斜 這裡 誰很痛的 貼上去 誰很硬的 是不是 很多痛 那你就要怎樣 拉長一條筋 很多時候 我就會 拿一個很重的袋 我的袋 其實為什麼這麼重呢 有作用的 這個很重的袋 將整個力 墜下去 不要拉上來 墜下去 然後呢 雙手這樣拉過來 因為兩個的力 怎麼這麼拉的時候 這條筋就可以拉長 好嗎 好了 跟著拉完之後 就拉這條 可以嗎 試著慢慢去拉 但是千萬不要扯 因為呢 如果你一扯 頸骨就很容易歪 可以嗎 那拉完這邊 你就要怎樣 拉這邊 那這個就幫你放鬆 這些位置 這股肌肉 是很重要的 這股肌肉 差不多就是 你裡面藏著的 那條 就是我們叫做柳梅 是不是 很多時候 這股肌肉 就會很緊的 那所以呢 如果這一塊肌肉 很緊的時候呢 會影響到你頭痛 還有影響到什麼呢 影響到你的血循環會不好 還有感到會不好 因為不夠血上 那所以這個也是幫到 我們要知道 你們明白了 身體的情況之後呢 你怎樣去拉回每一幅肌肉 好了 另外淋巴 淋巴就等於 我們身體的污水管 剛才我說過 血管就好像我們的 一條通路 那條水管 帶著一些乾淨的血 走來走 淋巴就是污水管 就是把我們很多的 廢物 很多污髒的東西 去帶走 而我們身體裡面 全身都是淋巴的 也都有一些淋巴結 在那裡 而淋巴結 是幫我們 是怎樣 好像一個廢物 消耗 去什麼 我們叫做 淋巴流 即是把那些廢物 積聚之後 把它分解 而我們看到 就說 由我們臉 這些地方 去到我們頸 去到腋下 這些位置 是女士 最不喜歡 這些地方塞的 就是怎樣 因為這些塞了 就會令到我們 會容易有水中 所以很多時候 你會發覺起床 你的臉是泡泡面 但有些 就去到下午 已經泡泡面 就去了 但有些 是24小時 泡泡面 知道為什麼 塞了 全部都塞了 所以我們通常 有些朋友 去說 當他用一些 很有效的護膚粉 抗氧化很高的產品 的時候 他很多時候 都會有痕 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他的皮膚裏面 有很多廢物 走不了 因為這些地方 都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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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沒有辦法 走到的時候 他就會在這些地方 到處走 到處走 他就會找出路 就在你皮膚表面 走 所以 為什麼有些人 他們用完護膚品 他們會出了很多 很多 橙類的東西 這些就是 你要問一問 你過往 你有多少時候 你有很多 這些皮膚的問題 的時候 你都是用藥 去禁住了它 第二件事 就是 你過往 用過的護膚品 或者那些產品 是很多 一些 不好的成份 在裡面 而你不知道 而他就好像 非法入境者 停留了在這裡 但是當現在 有些 好像現在有警察 來抓他的時候 他就會怎樣 亂跑出來 那他就會 他要不就是 身體回收 請我們淪花回收 要不就是 我們皮膚表面 找孔道 走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 當你有什麼情況 你就要問一問你自己 你幾十年前 你幾十年前 你做錯了什麼事 我先問自己 有些朋友都說 如果女性 在液下的淪花 你不空的話 其實比較容易有 乳腺瘤 或者軟硬的 原因是 因為 有時候 女性 經歷過 如果生育的話 她們也會經歷過 有乳汁 乳汁是一些蛋白質 OK 當如果你的乳汁 在裡面 沒用完的時候 你又塞住了 又回收不到的時候 會產生乳腺炎 亦都會有機會 怎樣 會令到 你身體裡面 會有些狀況發生 要看你身體 那段時間 冥熱系統的狀況 是怎樣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女士 最好在洗澡 或是女士 男士都好 在洗澡的時候 可以怎樣 可以的 就是 就是 我們用那個花灑 來 那個 那個 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還有一些音樂聲 對 是吧 為什麼會有些音樂聲 我經常都聽到 有些回音 是吧 是吧 對 或者 找一些粉絲 去查查的情況 好不好 我總之經常聽到 有些回音 我有些不太習慣 對 不是很習慣 但是我們說的 就是 如果 我們說 當一個朋友 他有乳汁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 很容易會去到 子宮的問題 你看看 那個通路 是跟著走的 所以 我們說 乳腺癌的第四期 就會去到子宮的 行不行 所以這個 也是我們不容忽視的 在我們做護理的時候 通常我們去做護理 第一件事 先會按 通了在液下的棚巴 然後 再按上去 因為我們永遠都是在大的管道 先通了 然後再去通小的管道 然後再上去面 如果不是的話 有些人本身的皮膚 已經是紅紅種種 其實就是因為 他臉的淋巴這些位置 已經是塞了 如果你再不停按摩在臉的時候 它就會更加容易 怎樣 血循環加快了之後 就會更加容易有腫的情況 可以嗎 所以我們說 在這一部分 通常我們先會按在液下的棚巴 然後再按上去的頸 頸我們不要推翻上去 我們推下 然後再按下面 那下方會有很多 同樣來 這個就是在子宮闊附近 分佈的棚巴圖 不要說 這個只是女士 男士 很多時候 我們這個位置 是不是大腸 小腸 全部都是這一部分 但這個部分 其實是很多的淋巴腺 淋巴綜織 但是有些大肚腩的男士 其實他們積住了很多的廢物 尤其是脂肪是最黏的 最黏的廢物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把你身體裏 很多的廢物去清除了 有沒有朋友 當他在吃保健食品的時候 他有很大的口氣 很大的體味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或者你身邊的人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有 這個就是他身體裏面 當他擦脂肪的時候 他的毒素跟著也都在拆散的時候 他身體那些毒素走著 他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以前有一個client 他身體很差的 他連夏天都要穿冷衣 稍微有些風吹吹 他就生病了 但他開始吃保健食品的時候 他可以 情況嚴重到怎麼樣 是 我跟Vicky這麼遠去說話 都會聞到那些口氣味 足足那個時間是超過半年 你想一下身體裏面 毒素多少 所以這個也是 特別要提一提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的心 你的情緒很差的 就是說那段時間你經常都會不開心 你會有些情緒困擾 或者經常都紋空疹疹的話 你身體這些毒素是會自己 產生獨自己的 你想不想啊 不想啊 那你們就要留意一下 多點看一些笑片 多點找一些朋友去玩一下 好了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琳巴的 我們叫Wolf 其實呢 當我們在按琳巴的過程裡面 你要快還是要慢 要快啊 不是 要慢 因為如果你快的話 你推得很快的時候 你的琳巴的Wolf是會生的 那個會反 是會生的 所以你要慢慢按深層的按 你才可以退到水座 我相信你每個人都最不喜歡的那份 是包包的 是吧 所以要特別留意這件事 好了 講到皮膚了 皮膚我們分 最主要就是分三層 表皮層 真皮層 還有皮下層 咦 為什麼不見了 好了 好了 我們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我們看到的表皮層 表皮層 包括我們最免見到的角質層 角質層 我們是想厚一點還是薄一點 角質層 角質層 當然薄一點 好 但是角質層有沒有用的 有 有什麼用 保護 保護 保護我們身體 是吧 另外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的 防水 如果你想想我們沒有了角質層的話 我們避免下水房去洗澡的時候 我們就好像發水面 就會脹氣了 游水就很害怕了 你就會看到一塊一塊 泡一泡一泡的物體 放在水面 所以我們在說 我們的角質層 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最好就是 怎樣 就是不要太厚 但是為什麼我們為人 那個角質層 會越來越厚 因為不脫 正常 如果小朋友 其實他們的身層代謝 大概在皮膚表面 十天 身層代謝就已經脫了 那個細胞 所以那個細胞 還沒去到很乾 其實那個細胞 已經脫了 所以他們的皮膚 是不是很晶瑩通透 很薄 而且很水潤很水漲 但當我們年紀 漸漸大的時候 我們的身層代謝會越來越慢 我們的皮膚會怎樣 會越來越乾 也會越來越多 我們叫做 層層 就會黏住在那裡 就會越來越厚 所以我們適當去洗臉的時候 是令到你的角質層 會脫掉 一會兒做電話的時候 特別留意在洗臉的部分 而下面我們看到 這是真皮層 真皮層最主要裡面 裡面有很多東西 但最主要的物質 我們最喜歡的是什麼 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你想厚一點還是薄一點 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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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事越來越來越 年紀越大的 我們就會越來越薄 為什麼 因為碰不到那麼多出來 因為我們越來越 年紀越大的時候 未必能夠代謝到 那麼多膠原蛋白出來 為什麼我們可以 Numulus這套產 我們一會兒去開這個謎 去到皮下層的時候 最主要都是脂肪組織 和一些血管 我們說二十歲 你的膠原蛋白很結實 你看看那些網狀組織 你的膠原很彈彈 所以你的皮膚很平滑 但是當去到三十歲 開始那些網狀細胞 依然在這裡 但開始膠原那部分 已經是怎樣 慢慢已經好像少一些 如果我用床椅去舉例 你就會明白 最初買了床椅回來 很彈的 是不是 跳呀跳呀跳 魚膠很棒 但是過了十年之後 彈弓依然很彈 但是魚膠就開始 軟軟的 你開始看到 有人形的窩位 在這裡 是不是 好 當你去到 上下 這個窩位就會越來越厲害了 甚至你會看到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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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狀組織 可以斷裂的時候 你開始就會有一個 情況出現 D U M 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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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說D U M P 你知道我說什麼 這次D U M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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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開始看到 這裡有兩條 開始對下來 開始動 這裡開始兩邊對下來 你想不想 不想 每個人都不想 第一件事就是 令到我們自己 不要怎樣 不要讓它斷 那個膠原 我們說一陣 大途的女士 有沒有見過 有些人生完寶寶之後 依然穿尾肩尼很漂亮 肚子依然平靜 有些人生完之後 哇 好像地圖一樣 花了 有些呢 石花皮 掉了 為什麼呢 這個就關乎 看看你的哪個組織 當我們的寶寶在裡面 一邊生長的時候 一邊一邊大的時候 你的舖一邊一邊拉開 是不是 假的時間 如果你還沒生嬰兒之前 你們的網狀組織 已經是很緊致的 很緊致 很好的 那你就不會有事 當它收回的時候 你就收得很好 所以經常都說 有兒子要怎樣 親亂生 真的親亂生 年紀大就不要玩什麼 但是如果你的膠原蛋白 是OK的 但是網狀組織 是鬆了 譬如有些生媽胎 第三胎 它只斷了的話 它就會真的這樣 它沒有那麼多收復 所以我們說 當你想有寶寶的時候 之前你要怎樣 已經要去保養你的皮膚 不然你拉開了之後 真的要看你的狀況 寶寶有多大 不然真的拉斷了 就不能幫到 所以我們說的 就是護理皮膚 由哪個講起 以前就是由表皮去講起 那支忌廉是否潤 可以嗎 可以嗎 但是現在 我們應該由幹細胞 開始去講起 那個幹細胞 什麼叫幹細胞 呢 我們先要認識掩飾體 OK 這個是我們的掩飾體 對不對 而我們每一個人 成長出了世之後 我們的掩飾體 掩飾體是每個人都很多的 但當我們去一路 在我們這個掩飾體裡面 會有什麼呢 就會有 這個就是脂肪的細胞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裡面 有一些的密碼在這裡 這個密碼就是你的DNA OK OK 好了 我們說的就是 DNA就是我們說的 脫氧核糖核酸 而什麼叫端粒呢 端粒就是在 那個掩飾體 外面會有四個CAP 而這四個CAP 就像一個保護罩一樣 保護你那個 裡面的DNA 讓它不要流失 而我們的DNA 一路一路出去複製的時候 是一路複製著我們 新的細胞 那現在 這一幅圖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清楚 這幅圖 就是在微鏡之下 看到粉紅色的那些 就是我們的端粒 但端粒越長 好啊 還是越短好啊 越長好的 是吧 但當端粒短的時候 問題就是 它就開始越來越短的時候 就會令到我們的掩飾體 開始漸漸步入死亡 明白了嗎 而我們說的 裡面的DNA 是幫我們複製新的細胞 年紀越大 但剛才我講過 我們的膠原蛋白 為什麼會越來越少 為什麼膠原蛋白 你留意一下 有些人的頭髮會長慢了 是不是 有些人的指甲會長慢了 有些人的那個 很多東西都慢了 是不是 或者它以前 三個暗瘡 它們可能是一個星期 就可以 噢 印都沒有了 現在 一個月那顆暗瘡都不正 同意 以前我感冒 哇 幾天就好了 是不是 現在感冒 有些人就整個月都不好 所以這個就是關乎 什麼 端粒已經我們講的 是關乎 不是只講皮膚方面 而是關乎全身身體健康的問題 好了 我們講 當我們 為什麼青春開始消細呢 就是 你看這篇圖 就很明顯看到 當我們的端粒越來越短的時候 是不是 就是越來越老 就等於我們的鞋帶 那個cap 如果一沒有了cap 整條鞋帶就會散了 好了 而我們Luminous的產物 就是Dr.Nilumin去開發 而Dr.Nilumin 他本身在美國 在加州有他自己的醫療中心 他最初 包括到現在 他最主要做的業務 是做一些 怎麼說呢 我們叫做植入式 的整形手術 OK 但是他的整形手術 跟現在市場上面 看到那些 要放很多外在物質 進去不同的 就是他用回你自己的脂肪細胞 然後拿你自己的脂肪細胞 抽出來之後 將裡面的幹細胞 拿出來配植 然後打進去你的皮膚裡面 而打進去裡面之後 你是可以青春十年以上 做一次可以青春十年以上 你想不想 我不想 我不想 因為痛 我其實很怕打針 對不對 所以呢 當你看完那條片 他怎麼打進去的時候 我也是不想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和 植師會和特朗利文可以合作到呢 最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老闆 他以前是散兵來的 就是因為他的腳 膝頭的舊環 而令到他的關節受損 而他也有朋友去介紹了 他認識了特朗利文之後 他就是把自己的脂肪幹石包 打回到他的膝頭裡面之後 可以令到他可以走回 但是在他不停去複診的過程 看到特朗利文的過程 他見到很多女士 走進去 咦 大家都漂亮了出來 那他就問了 有沒有些不用打呢 是可以查的 那他說 有一支 就是他們被一些女士打完之後 那些針孔呢 是不是需要修復呢 那就是給他查的 那老闆就問了 Randy就問他 如果這些產品 在你的診療室賣多少錢 和一個月賣多少支 他說一個月賣四十支 如果一個月賣四十支 我想你也猜到應該有多貴 所以老闆就跟他說 如果我們合作 你用我們的平台 如果一個月可以買了四萬支 你想不想 你想一下 你是Dr.Nilman 想不想 當然想 就是因此 而這樣的機緣制度之下 去合作 而在彼此合作過程裏面 最重要的 老闆需要不需要被科研費 不需要 因為他們已經是做了出來的 如果因為 由這個平台 Dr.Nilman 也可以 把價錢可以說到 很 很 我不可以用合理的 我應該說 是超大眾化 因為我們做專業做了五多年 我們未聽過用幹細胞的效果 是價錢 不是便宜到這個價錢 所以 這個也是我們的福分 可以因為這個平台 可以用到這麼好的產品 和效果這麼好 我們看看 究竟我們的產品 有沒有人的幹細胞 沒有的 沒有的 我們沒有人的幹細胞 而我們裡面有的是什麼 生長因子 我們說什麼叫生長因子 生長因子 其實在細胞和細胞 是溝通的演言 簡單來說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要頭髮 是要去生長 要它要重複有細胞的話 它就要找一些足夠的材料 是不是去整頭髮 是不是 他們的語言 就是要告訴那個細胞 就是你要拿這個材料回來 去做頭髮的細胞 對不對 而人體裡面 這種溝通語言 是超過三百多種的 而Dr.Nilman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找到這種語言 找到二百四十多種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在市場上 是沒有一種產品 是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是可以做到一個這樣的效果 為什麼呢 第一 市場上真的很多的 所謂的幹細胞 它是來自哪個 來自其他動物 第二 就是來自植物 我們要細心想想一件事 就是今天我們講幹細胞的話 我們是講複雜 你可不可以用羊的幹細胞 去複製人的細胞 我不可以說不行 但是比較難一些 第二 可不可以用蘋果的幹細胞 去複製人的細胞 這個我覺得沒什麼可能 因為我讀書的時候 我讀科學 科學裡面就講 人的幹細胞 人的細胞是圓的 而植物的細胞是方形的 我永遠都兩樣都答不清楚 如何可以把它複製變成圓形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講 市場上 你可能看到有很多的產品 他們說 有一些幹細胞裡面 他們都可能提出 裡面有八至九種 已經說叫很多 我們在講248種 夠多了嗎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 他說 究竟你的產品 進了皮膚裡面 或者進了身體裡面 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我說我不知道 總之他進去裡面 他自己碰 碰全包出來 就好像我們的制度 自己碰 幾時碰我都不知道 所以 其實他最重要 就是他的科技 他可以進去哪裏呢 進去我們根膜層 所以你想想 他可以透過 我們皮膚的角質層 真皮層 去到皮下層 甚至去到根膜層 甚至去到骨的部分 都可以做到 所以這個也是 我對於Dottenleman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感恩 就是他願意 他用一個 即他沒有把他很多東西保留 放在一個這樣的平台 給我們 很多人的受益 而他在深圳因子裡面 可以幫我們做到哪部分 包括表皮 纖維母細胞 血管 結體組織 神經 血小板 類兒腦素 骨水 和乾的細胞 都可以做得到 好不好 好 好 我們試過有些朋友 他把我們的 Serum 放在哪裡 放在我們眼的地方 都沒有問題 譬如 你如果不小心 撞傷 你的眼睛紅了 你嘗試滴進去 很快幾個小時 可以告訴你 會全部你的血管 是可以退到 所以這個你們是可以自己 萬一有意外去試試 我不是想你們自己去 無緣無故去撞撞試試 好了 所以這個時間 我們開始做示範好不好 好 稍後我們會有Q&A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 手上還有一張紙的話 可以的話 你們就傳出來給Maggie Maggie就會和我組合了一句 可以盡量回答多些你們的問題 好嗎 那我現在在這個時間 我找了Maggie 幫我幫忙忙 Maggie 今天可不可以幫我做助手 好了 那我們就幫我分一張桌櫃 一會兒 我想來的朋友 他們很想知道 我們其中一種產品 就是眼霜 是嗎 那待會兒 我們會在做了滅膜之後 等乾的時間 我們就會再講講眼霜 那這個時候 我們先請了我們的毛病出來 好嗎 請出來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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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要取出眼鏡 還有脫一脫的臉 還有脫一脫的臉 還要面對全球 還要面對全球 剛才我在下面問誰想坐這個位的時候 其實我說要全球直播 哇 他很著意 我說很餓 好 好了 第一個步驟 我要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 洗手 沒錯 所有中呼呼之前第一件事 是要洗手 所以我們會用cleanser去洗 有一樣東西就是cleanser 不單是可以用來洗臉 其實我們還可以用來洗頭 洗澡 洗澡 現在我全部都是用具洗頭 洗澡 為什麼 剛才你記不記得我講了 我們現在市場上用很多的產品 對於我們的身體有沒有寒處 為什麼不用好一點對自己呢 還有你記住 其實你用的份量不是很多 所以你不用太擔心 那你開始明白為什麼我這麼白畫 是不是 有些人問我 哇很貴 那我就會問他 你覺得你自己貴不貴 如果你覺得自己貴的話 應該就要投資一下自己身上 對不對 好 那第一件事 我先用個body lotion 很多朋友都問我 他說body lotion 是不是真的說得這麼漂亮 大家看一看 我想麻煩攝影師 瞧瞧瞧瞧過去 看看Apple的樣子 第二件事 就是我想找人 找一位攝影師 咦 告訴他我不在這裡 他有電話響 好 好了 我們先封離了頭髮 好了 你幫我拍一張照片 有沒有陰影 你先看看那張照片有沒有陰影 好了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 Apple 他真的在Apple的位置 有膨脹 他的皮膚比較偏乾一點 現在我們就會在他的 剛才我講過的 我們先要開了我們的 我們先要開了我們的 好 好了 好了 然後在我們頸的地方 去到後頸的地方 去到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叫做鎖骨位 我們先撕柴一半 如果有些人 他有炎症 又或者他有發炎 或者水腫的情況 他會立即出水 出得很厲害 尤其是有肩周炎 好 好了 我都沒有大力按 Apple有沒有大力按 來 看看 有沒有水 如果有很多朋友都會問 會不會是一支Cream 沒有水 我說 你塗第二次 塗第三次 你就會更加清楚 當你塗第二次 塗第三次 你沒有那麼多水 好了 我們再塗一次 好嗎 按量同樣都是這麼多 有時候我跟有些客人去試的時候 他們會在那個 他的面色 其實按完之後 塗完之後 他們是這麼面色都會不同的 是整個好像中間分界那樣 是一邊是光亮了 還有臉色是沒有那麼暗的 那你可想而知就是 如果你的通路是通了的話 其實是會令到你的皮膚 那個狀況呢 你倒點水 那你臉的那個 那個廢物呢 就會比較容易走 而Apple呢 你現在那個 那個斑呢 最主要都是個肝的東西 是不是 你的肝有什麼事 就是晚上 你很早睡 你很早睡 但你怎麼知道肝有事呢 因為我聽些人說 不是 你聽些人說了 你聽些人說了 有些斑呢 不知是否是荷爾蒙失調 有些斑 有些斑 那我都不清楚 因為我生完寶寶 就會這樣 嗯 因為生完寶寶 當數都是荷爾蒙的問題 比較多 好了 我想大家正面看一看 тест 是否有什麼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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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有這條眉子 能否高到 前面是否有高的 是否有看到 高了一點 看不到的 我們轉這邊 接著轉這邊 這是鏡頭自己教的 看到嗎 我好像看到這邊是平了一點 我想你自己摸一下 兩邊 你覺得有什麼分別 你會不會覺得這邊比較緊緻 這邊是比較緊的 這邊是比較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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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好了 做這個禮 只是做了一半而已 怕不怕 不怕 還有一件事 你會看到 不防你們看一看 你會看到你的臉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 前色了 前色了 這邊沒有深色 對 對 有一點輕輕的 有一點輕輕的 因為這個是裏面的活性 配方 如果我們一按這些位置 你的效果會走得更快 因為現在最準的地方是這個位置 但我沒有可能把手放進去 對嗎 不會那麼便宜 好的 我們接著就是用洗臉 洗臉 我們只是用大概一顆黃鈕的份量 可以嗎 然後用一顆黃鈕的份量之後 我們捉到它起動 捉到它產生很多個活 然後產生很多個活 這個動作很重要 這個動作我們叫做緩化 Activate OK 接著我們就將它去洗臉 其實這個過程裏面 你不需要很大力的 有很多男士洗臉很好笑的 就好像當自己的臉是個風一樣 不斷大力散 不用散的 輕輕力按它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我們的皮膚 在輕輕力按的過程裏面 其實我們的手和皮膚 是做一個按摩很輕柔的作用 令我們的皮膚放鬆 而那些髒東西在按的過程裏面 是會慢慢浮出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在按摩的過程裏面 我們那個皮膚 是會產生一些電流 一些微電流 而這些微電流 其實是令到我們的血液循環加速的 所以我們按這個過程裏面 因為產品裏面 會有水陽酸 亦有甘醇酸 亦都有一些軟化角質的物質 一般來說 市場上 你會看到一些產品 它們會有水陽酸 甘醇酸 甘醇酸 這些這樣的物質 洗完臉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皮膚 都是很乾的 行不行 會很乾的 但這個產品 因為它裏面含有維他命A E C 這些物質 除了有滋潤作用之外 它還有美白的作用 所以它也有保濕的效果 因為它加了有爐梅氣 所以令到我們的皮膚洗完臉之後 不僅不乾 我試過洗完臉之後 超過15分鐘 試過最長到1個小時 不去塗任何東西 皮膚依然都不乾 如果你洗完臉之後 有些人說 不是喔 我洗完 但是很繃緊 很乾 這個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你的 表面的角質層 開始剝落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一件好事 因為當它願意剝落的時候 你的皮膚那個角質層 你剛才說想厚一點還是薄一點的話 薄一點 是不是想薄一點 那你便開始慢慢薄 我試過有一位男士 從來都不護膚 從來都不護膚 第一個禮拜用完之後 她來見我 Karo 怎麼辦 她整個臉都紅了 然後整個臉都是一些 好像一些 紅了好像脫皮的情況 她問我怎樣 我說 繼續用吧 然後第二個禮拜再見我 第二個禮拜再見我的時候 重大件事 好像脫到麥皮的樣子 整個臉 脫到落頸 然後她問我怎樣 我說 繼續用吧 然後第三個禮拜不見了她 然後我說 咦 大件事 為什麼第三個禮拜不見了她 第四個禮拜再見她 戴著口罩 我就說 咦 是不是不見得人呢 她說 不是呀 Caro 你看看我臉 沒有髒了 很多 差不多 不過我今天不舒服 你看看 你看看 我抹了一半 你的臉 我想給大家 我想鏡頭未必看得出來 但我想給大家前面的望 是灰灰的吃 黃黃的 她說她沒有化妝的 行不行 行不行 但我現在跟她抹了一半 一半 你看看那臉的面色是怎樣 你看看那臉的面色是怎樣 抹 整個臉上升了 好了 抹臉 是重要的 有沒有人去洗臉的過程裡 他只是在洗臉 然後潑的 不應該潑的 是要抹的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軟化了角質層之後 你是要有一些東西 幫你去把角質層 去加上 抹落 把它抹出來 如果你只是潑的話 就會脫掉 不脫掉 就等於你牆上面那些 舊的油漆 你現在要把它清掉 要由新的油漆上去 但是 你又脫掉不脫掉的時候 就好像 喪屍那樣 現在皮脫掉不脫掉 那就不漂亮了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 當你再塗一些霜漆上去的時候 你出來的效果 都是死皮去吸收 出來就會不好 有時候 很多市面上 有很多朋友 經常都會說 就是 但是 最重要的是什麼 美白 保濕 是不是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的 漂皮的角質層 是 不脫掉的話 你不停地塗一些 很保養性的產品上去 第一 吸不吸收了進去呢 吸收不到 第二 你覺得 你覺得一陣子的死皮 黏在這裡 接著再塗一些忌廉 像不像一些麵粉 再便宜一些的漿下去 然後黏得更加實 所以你就會 我們叫層層 那些死皮 更加打住了 不脫掉 明白嗎 好了 我想大家扶你一下 摸一下你的皮膚 和你口聲 好像BB仔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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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人都會 好像BB仔皮膚 那樣 好像BB仔皮膚 好像BB仔皮膚 我給你一些樣子 你看看 你覺得怎樣 好像你搬得淡 好像你搬得淡 喂 現在只是洗臉 好 短時間 如果你的皮膚 是有化妝的話 做兩次 對嗎 如果你的化妝品 不是油性的化妝品 基本上 是非常乾淨 好嗎 好 如果你沒有化妝 你可以一次 那你洗的時候 除了是 那你洗的時候 這邊好一點 好 坐過一點 對 對 對 會不會 會不會 乖 好 如果你的皮膚 是 能夠可以早晚去洗 你洗的話 效果會更好 對嗎 如果你的皮膚很厚 例如 你真的好像那些男士 那些 千年沒有洗臉 那些 那些 按的時間 較長 即是說 我一邊加水 一邊按的時間 要較長 還有就算他沒有化妝 最好都洗澡 對不對 但如果你的皮膚很薄 例如像Maggie 那樣 皮膚很薄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去按那麼久 例如可能一分鐘左右 已經夠了 但如果男士 或者皮膚很厚 那些 大概都要按兩三分鐘 效果是最好的 有時候 如果你說 唉 我不想按那麼久 液一下它就可以 你按完 按它一會兒 然後走出去 搞一會兒 之後才回來洗 但記得要抹 那就會好一點 你可以用一些 我們叫做 洗臉的Tissue OK 洗臉的Tissue 或者是你家裡的 你用毛巾也可以 但當你用毛巾 請你一兩天 就把洗機洗了 因為它裡面 很多死皮 積住在纖維裡面 都會容易發霉 好嗎 容易對於皮膚不好 好了 咦 那張紙呢 好 我那裡還有的 是在海裡 好 是要翻的 好 你給我拿個 再撕個出來 好嗎 咦 為什麼沒有了 我那些 Power 經常都 他覺得一髒就要扔 其實很環毛 這個可以重複洗到多次 好 接著 現在我們做一個 就是什麼呢 用個 晚霜 去按摩 有很多人問 其實那個晚霜 好不好 其實那個晚霜 是非常好 因為那個晚霜 除了是可以 給我們有這個 滋溶之外 其實它最大功效 是有一個 好老牌的效果 一會兒看的資料裡面 我們都會講的 那麼 按摩的話 用的份量 要比較多 很多時候 我們講的年紀比較大的話 其實我們更加需要 是要怎樣 去做一些 按摩的動作 令到我們 可以鬆了一些根結 第一件事 按的 我們先按的 由這個鎖骨 又不是由這個塞骨 然後向下按 按了在那個 按了在那個 按到鎖骨 但當然 如果可以的 就是可以按 那個 那個 胸部那個 叫做 腋下的位 以及這個 叫做胸骨 上胸骨的位 好了 跟著呢 我們就會 向上 向外拉 尤其是在哪些位置 在我們的 這個拳骨底下 這些位置 你要特別要看 這個位置 還有呢 它現在特別的斑這個位置 就是它累積了很多的廢物 但如果在按的過程裏面 你覺得裡面會有些痛 甚至呢 你給我一手 你現在摸到 你必須有一塊 我想問問你 你有沒有鼻敏感 少少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了很多年的鼻敏感 所以 很多時候 斑會積在這裡 有些人如果 他有鼻敏感 經常 傷風食藥 大部分 他們的敏感 紅的位置 都在這裡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裡是我們的鼻鬥 很多時候 有鼻敏感的人 他們的慣性動作 早上就會滲 因為有刺子 但不如 滲得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刺子 他們就會怎樣 鎖回來 鎖回來 是不是 本來鼻鬥是很小的 總之就會越瘦 就越大了 所以裡面 所有的 我們叫做 所有我身體的黏液 這些黏液是幫我們 去黏住很多細菌 而這些細菌 而積住在裡面的時候 的鼻鬥越來越大 而且還有一件事 你的眼睛會越來越無 是不是 現在所以 這些位置 你要按摩它 而且在後面這位置 要按摩通它 還有就是在後面這位置 因為我們臉的淋巴 是這樣橫向 跟著這裡這樣走 是呀 做美容不是每個人都懂的 是呀 有時做妃嫂 我問一些職員 他都說 普通做護理皮膚可以了 不用怎麼按摩 我的經驗我告訴你 原因為什麼 是因為我們在外面去做 因為我是教美容師 和教化妝師考牌的 而在Sillabase裡面 是不會教這些的 這是屬於的經樂按摩 如果在考試裡面 他們現在大過份考試出來 他們未必會讀到 那麼深入去到這方面 而考試的按摩 那個手法是超級簡單 但如果我們只是說 在臉上 我們另外有一些牌子 要考按摩的話 只是臉部的按摩 只是手法超過三十 三十個 但你現在出去外面按摩 他怎麼會用手按呢 另一件事 他們怎麼會用手 去感覺你的情況 通常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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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好了 我問你一件事 你覺不覺得鼻子通了 是的 很通 聲音 好像沒有聞 是的 因為我本身好像鼻鬥炎 但我從來都不吃藥 好的 OK 所以你不會發出來 會有一些癌症 那些一點點紅 通常吃什麼 吃一些健康產品 譬如說 對鼻敏感那些 有些可以舒服氣管 有些幫助 好 好了 現在我跟他按了一半 也不是按了很久 只是幾分鐘 你看不看到 顏色有沒有不同 還有臉 大家看看 有沒有分別 放下有沒有分別 顏色有沒有分別 應該你們看得到 比我多 我就沒有看得到 你們可以走前去看 不過不可以超過那兩部機 是的 行不行 聽不懂 聽不懂 我想讓你們自己感覺一下 你們兩邊 這裏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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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皮膚 提昇了上面 他沒有鏡看 他都可以提昇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我想找一個觀眾 你來吧 你摸一摸 在後面摸一摸 他們兩邊 有些甚麼分別 這裏更多 很聰明 這邊呢 摸一摸 他咀位那裏 嘴位那裏 我就 就沒有什麼肉痛的 上了去 上了去 你也要嚇得我 這邊放在嘴位那裡 他的肉是鬆鬆的 就是D.U.N.P 是的 D.U.N.P 好啊 麻煩你 謝謝 很難 我經常說 幸好 我叫黑人真的是女士上來摸 男士上來摸 摸到真的不肯放手 好啊 我都說這個位置是做一半的 咦 條巾 按完之後 那個Cream 是要洗的 因為當按完之後 你的死皮會換摩下了 而且你毛孔裏面有這個油脂分泌 亦都會相對帶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就和它搬走它 好啊 Apple 一會兒 你可以 是你啊 可以問我拿電話 然後我私人在美容院那裡幫你做一次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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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犧牲的 坐在這裏 做一半時間關係的 你知不知道 今天已經有人提了很多次 9點半很完結 好啊 好啊 不要過鐘 因為全球直播 你要準時 因為通常我不管的 我趕到10點鐘 所以今天很大壓力 一會兒還有一個眼霜要說 好了 看不見到 是不是已經鴛鴦了 好了 做完按摩之後 我們可以做什麼呢 做完按摩之後 我們可以做個面膜 做面膜 其中有一個 有一個 一定要留意的就是 你做面膜 要 將那個 皮膚底下 全部 要 抹乾 因為如果你 不抹乾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一個小時 都不乾 我們試過了 所以 你一定要底下 完全 乾透 你不要有水 不要水滴滴 濕滴滴 去塗這個面膜 如果不是的話 是不乾的 而這個面膜 你會看到 這個面膜 是透明的 啫喱座 我們塗上去的時候 是厚塗 大概 你猜那個厚度 是多少呢 厚度 就是等於 你塗這個 多士的時候 你塗 塗 花生醬 上去 塗到那一層 上去 是剛剛好 覆蓋了你的皮膚 但是要厚一點點 為什麼呢 因為 這樣塗的時候 待會你撕的時候 你就會好好撕 整塊面膜出來 如果我在家裡塗的話 我通常 我會貼到眼睛很近來塗 第二件事 我會連頸和位置都會塗 那麽那麼久以來呢 其實我最討厭做的東西是什麼呢 麵膜 因為以前做麵膜 你甚麼都不能做 要是不能說話 要是不能睡覺 還有就是 通常凍冰冰 如果你塗紙的麵膜 但我現在很喜歡這個麵膜 因為甚麼都可以 你可以說的東西 可以吃的東西 可以睡覺 睡醒才撕都可以 我試過乾了之後撕 我試過一個小時後撕 我試過over night 撕 我發覺over night 效果更棒 但記住over night 的時候 你一定要乾完才能放入床 但最好的地方就是 就算over night 起床不會窄到 你的臉會一條到痕 因為很多人都會 很多人都會 是嗎 好了 我們查了 不要說話 嗯 可以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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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可以說話 我經常都會說話 所以你看我都很簡單 OK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把他放進去 一遍 你先坐下來 好嗎 我們就 說完那個 說完那個 的後面 然後再說完那個眼霜 很快就說完 好了 我們看看 結膚爐裡面 我們裡面會有些 最主要就是因為 因為你有金層酸 所以可以清除我們 腦角質 也都可以 因為它裡面有AEC 可以真的給那個 暗牙的皮膚 可以幫助很大 另外就是 它可以深層清潔 令到我們的營養成分 可以植入那個基底 還有就是 它添加了 因為有爐匯之後 洗完之後 它完全不崩潔 而我們的精華爐裡面 剛才我講過 有248種的生長因子 高度修復 和刺激更新 還有就是 會整我們皮膚青春 我們的日霜 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防曬 如果你有機會 下次聽我們講 班 那一堂課的時候 我們特別會講 曬的那方面 會再講深入一點的 但是我們講 SPF30 基本上 已經可以在防曬效果 做得非常之好 我上個月 有一次去了 遊雪河 我也是用這個 我們的保濕日霜 用來塗完臉 照敬了 沒有問題 下了水 然後再上來補一點 很少 去滑水 去玩 去坐派艇 衝去 完全沒有紅 沒有腫 沒有黑 沒有脫皮 行不行 所以這個 你可以自己去 找一次游船 浸一天 你就知道了 好 還有它是一個長效補水 如果連續14日用 你的保濕度提高很多 我自己特別很喜歡這個 日霜 為什麼呢 因為過往 如果你塗過很多其他 不同的品牌 日霜的話 通常超過30度的SPF 的話 你的霜的質感 是很黏和很辣的 但這個 你一塗下去 是非常之 怎樣 感覺很水潤的 原因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重要 有一個活水因子 亦都防曬因子 亦都有抗皺因子 更加有瑣碎因子 亦都有淡力因子 而它相對比起其他 很多的Cream 它那個 我們講的 我們是特有一個 叫做什麼 細胞的細通度 怎樣為之 一個細通度 就是當你塗了 那個Cream之後 兩分半鐘之後 你就開始提到人口 如果沒有細通度的 其實細胞是沒有變的 但當兩分半鐘開始 隨便後 你看到到三一半 你的細胞是會漲起來 是會 那個水分吸收會更加多 所以假時間 如果你們看過程 用Numinous的過程裏面 你會發現有一些過程 可能你過往的濕塵 要很多的閉紋 要走出來 又或者你會有紅 會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那個Serum都要停 但是 可以塗什麼 日霜 這個是我們特別去問 Dr. Neelman 因為在香港 或者在不同的國家 尤其是在東南亞國家 特別有很多人 有濕疹的問題 所以我們特別去問他 這個情況 他說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Serum 他在碰那個細胞上面 很快 更新 修復的過程很快 如果你想修復得快一點 當然不塗C-Rum 很好 但是有很多人忍受不到 那個過程 是可以排這麼多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他怎樣 慢一點 排得慢一點 但是舒服一點 那他就C-Rum 沒有塗 只是塗 洗完臉之後就是塗 那他已經可以很舒服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產品 沒有爽膚水 是吧 有些人 他就說 我不是塗外面的爽膚水 這個問題其實 我一開始用這個護膚品的時候 我已經問了 Dr. Neelman 我想問 我問他的時候 其實 這個產品沒有爽膚水 是不是要噴水 第一 第二 是不是要塗外面的爽膚水 你是不是出到這個產品 要塗外面的爽膚水 他說我們這套護膚是不需要爽膚水的 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給大家 你就會明白 就是 如果我們的皮膚的 Horrigin 膠原蛋白 就是等於 杯 現在桌面上面 只有三個杯 只有三個杯 你裝滿了水 補濕 你就只有三個杯的水 行不行 但是我們的產品 就是因為它裏面有生臟因子 它可以一路和你碰很多的新的細胞出來 特別是膠原蛋白可以碰很多 我們的產品裏面 完全沒有膠原蛋白 但是因為這個過程裏面 它可以令到我們的端端爐增長 它可以令到我們的皮膚的細胞 加速到身體不代謝 而令到它碰到更多新的細胞出來 所以現在桌面的水杯 變成100隻水杯 只要它只是吸空氣的水分 每一隻水杯都只是吸半杯 你覺不覺得當個門搭杯水呢 行不行 這個就是原理 所以我們不需要特別 再加上膚水去給皮膚 但是 假設你的皮膚有些濕塵 或者會發出很多的癢 那些情況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出去買一些綿質的苗花 怎樣知道它是什麼綿質呢 外面有一些牌子 它不是純綿的 你只要找一個火機燒一下它 就會知道 你找一個火機燒它 如果全部變成灰 應該是純綿的 但如果你燒到它最重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點是黑點的 它裡面會有利潤 那在摩擦的時候 當你的落妝在摩擦過程 都會令到皮膚敏感 那你就可以怎樣做呢 你就是用一些的水 普通的水而已 煲過的水 過濾過的水 或者你買一支蒸餾水 抗泉水 總之沒有菌的水就可以了 將它全部整濕了 然後將它敷在你的皮膚上面 令到你的皮膚吸飽水 在過程裡面會騙你的皮膚 令到它沒有那麼癢 令到皮膚的狀況 會舒服一些舒緩一些 因為假使用其他產品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外面的任何產品 它會不會有這個化學成分 會不會令到你的皮膚會有其他的反應 或者是壓住了你的反應 但是水會不會的 水不會的 如果你對水都敏感的 就是大件事 你不能洗澡的了 是吧 所以你敷了水之後 然後你再塗 任何的我們的 serum也好 或者塗cream也好 你覺得你的皮膚是會舒服很多的 好嗎 只是在這個過程上 你需要這樣做 即是你在更新的皮膚的時候 這個過程這樣做 你更新之後 你的皮膚基本上 你不用加水 你的皮膚已經可以很好 好 剛才我講過了 我們的晚霜 特別在抗衰老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晚霜起的作用來講 是非常之大的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叫 Vita Source 我們叫這個端粒梅 而這個端粒梅 就可以令到 維持那個端粒的長度 的酵素 當染色體那個尾端損破的時候 剛才我講過 那個端粒梅 那個端粒一邊短的時候 你那個 你那個 染色體是不是 開始慢慢接近死亡 這個端粒梅 介入的時候 就可以重建你的端粒 而染色體中的端粒 會隨著細胞老化而自然的收入功能 但當它可以令我針回牆 這個 你那個染色體 就可以適用久一點了 另一樣東西裡面 有一個叫貓爪 貓爪 特別是染色體 和DNA的修復相當之好的 所以是關自然 或者是風濕性的關自然 你在Google 網上查 是可以查到的 好嗎 另外 就會有一個叫做 美白患彩精華 這個美白患彩精華 特別對什麼呢 Anti Oxygen 即是抗氧化 Watering 美白 Horigen 對於膠原的建立 等等 甚至UV的Protection 即是防曬的功能 等等它們 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嗎 另外它裡面 也含有保濕的收入精華 還有就是 細胞排毒的精華 還有心臟精華 還有心臟精華 好了 到我們的美體箱了 美體箱裡面 為什麼剛才呢 它會覺得 會有些是不是熱熱 慶慶的感覺 因為裡面含有西丹 西丹 很多時候在我們的 很多的減肥產品裡面 都會有這個成分 所以幫你加速 血液存在 還有可以 排一些毒素出來 所以這些成分 它是可以 第一個 高度的保濕 如果你用我們的幫助 全身塗 14天 你的皮膚 那個保濕的情況 可以高300% 所以這個 你可以回去自己去體驗一下 可以怎麼試呢 你可以試一邊的腿 還有一塊 那這邊呢 就不要塗 那你就可以看那個分別了 那我自己最初 試這個Lotion的時候 我真的試一邊的 試一塊 真的是高一點的 OK 那所以你想 女士你想 你想你屋子挺一點的 那你就可以塗多一點 好了 那我們再看看 還有它裡面 也有一個叫Co-Q-Tan Co-Q-Tan 在現在很多的護膚品裡面 我們都說 它是一個非常之好的 對於抗氧化 和護膚方面 功效是相當之好的 它有幾個功能的 就是有極佳的收穫效果 快速鎖水 保濕的程度極高 和超級抗氧化 剛才我講過了 這個麵膜 麵膜裡面有一個 刺雲豆膠 刺雲豆膠呢 你會發覺 它是一些很膠質的東西 但是呢 有些人問我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的麵膜裡面 會有酒精 是不是 剛才問 你有沒有人用過麵膜 乾了之後 出來了 是否像一塊膠 軟膠膜 那麵膜 那麵膜 但你剛才聽不聽到我說 當如果加了水 在裡面的時候 是不乾的 那如果我們要把它 放進一個團裏 當你加水的話 它會令它變成 一種軟的質地的時候 但是它不乾的 有沒有用呢 就發揮不到效果了 那麽所以呢 它一定要加一些酒精 但是相對來說 酒精都會有好和好的 而且也都會 裡面要看一下 裡面的成分 幫助到 就是裡面的保濕 那個情況 是不是可以蓋過了 酒精揮發你的 皮膚水分的狀況 為什麼這個產品 它會可以又鎖水 但是它又有酒精 因為酒精會令到它乾 令到那個磁雲豆膠乾 但是最重要就是 當我們裡面含有一個成分 叫谷具根 和它裡面的多糖體 加上次雲豆膠結合了之後 它就會形成一個 好像細胞的結構 那個網狀組織那樣 而令到你的養分 是迅速逼入去你的皮膚裡面 是令你的皮膚吸收 所以當你的皮膚 在做完這個面膜之後 你會發覺你的皮膚 因為撕完面膜 你的皮膚是很亂滑的 是不是大部分都有這個效果 第二個就是你的皮膚是會提升的 是不是 這個也是它的作用 所以這些的成分 它的複合作用 其實就是幫助到 你整體去看一件事 而不是只看它有酒精 那樣東西 另外就是它可以令到我們 稀敷明亮 鎖到水 美白 還有可以將暗牙 可以舒緩 還有真正皮膚的修煉 還有長效保濕 多久它做一次 一個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次 一天一次 一天一次 其實是可以的 如果你有需要 你真的可以每天做 那什麼叫有需要呢 譬如你下個星期要假了 那你就很急切需要 那你就每天做 那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一個星期 你可以做一至兩次 其實效果已經很好的 先去Q&A吧 還是眼霜先 我們先去Q&A吧 好嗎 眼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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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想看你們這樣的反應 先去Q&A 留到最後 不是怎麼留著你們 是不是 要先給Maggie出場 先給你們 謝謝 謝謝 我幫了Karo 因為時間有限 我想多點時間 給Karo 可以做 沒有眼霜 所以我只剩下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臉上有斑 是女士 她說 可以怎樣去到這些斑 會不會在肝有問題 如果你有聽過說斑的話 其實大部分的斑 都是來自肝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位置 去到雲姐這個位置 我們都是講的 走肝經 所以你要問一下 有沒有什麼屈結 是吧 Dr.Chang經常問 你有沒有屈結 有沒有乾脆 要疏疏乾 是吧 你要先找到 我經常都說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在一些 我們健康與否 我們都要在幾個層面去看 就是在什麼 在心靈 三個層面去看 所以某程度上 你要先解決了 你心裏面有些的迷 你解決了之後 你發覺你用效果 或者用產品 是會好很多的 所以乾脆這個問題 你要先問問自己 有什麼不開心 有沒有人可以傾訴一下 如果不行的話 需要不需要 找一些專業人士 和你去舒緩一下 舒乾活絡一下 可以嗎 第二件事就是 你要多吃一些 一些清乾的東西 比如在一些食物上面 或者在飲食上面 是疏乾的東西 或是清乾的東西 最重要的一件事 乾 因為我們身體 是一個很重要的排毒系統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你要令到肝的方面 排毒效果要好 否則你經常都會很累 皮膚表面你所看到的東西 基本就是 它反映了你身體裡面的狀況 如果你的皮膚 已經出現了斑的話 你就要開始追溯 你大概幾久之前開始出 很像剛才Apple所說 它的斑是來自什麼 它生BB的時候 開始會有斑的 這個情況就是 它要調理的就是 荷爾蒙問題 因為生BB的過程裡面 荷爾蒙會影響了 但也有些人是 生完BB之後才會有的 這個可能是 產後的肌症之後 所產生引起的 可以嗎 所以有幾個因素 當然 百里露醇可以有一定的幫助 因為百里露醇對於身體裡面 有很多血管裡面 很多的廢物 可以排出來 但相對也要喝多少的水 把你身體裡面 大小葉原 很多的髒東西 可以排出來 第二 我會給你一個建議的話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令你身體的按摩分 去產生多些 也都可以將斑位 減輕一點 好 謝謝Gero 謝謝Gero 第二個問題 有位50歲以上的女士 她說她發現 長期敏感 長期紅 可以怎樣好好用產品呢 剛才我們經常都問 你這幾十年 你怎樣約過 你有沒有好好照顧自己身體 身體裡 你經常都會出現一些紅 而出現了不太短的時間的話 其實你要看一下 你引起紅的原因是甚麼 舉個例子 我們有些客人 他會來到我們 告訴我們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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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喝酒 他就會出風爛 但是呢 他會忍不住 他就走去喝酒 那這個其實是什麼 他心裡的問題 比較多些 是吧 如果你明知這件事 會引致到 你導致這件事發生的話 你是不是要避免呢 是吧 但是有很多人 他不避免的話 他就會令到 他引致的嚴重了 而累積了 因為舉個例子 酒精 酒精的敏感 是直接 立刻入血 和入肝的 而且立刻會轉化 做脂肪 但如果我們不去… 不去… 有些人去… 譬如有些人喝酒 因為他的肝酵素比較高 他們的身體面型都比較好 他們會消化得比較快 即是消化得比較快 他就會沒有這個問題 但有些人不是的話 他肝酵素比較低 但他沒有辦法消化到的話 他就更加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要看回 究竟這個人 五十歲 他那個… 以上 那麼他敏感了多久 還有他究竟是什麼事 人事問有先 然後你就去避免了那些問題 之後看看還有沒有 如果… 情況減輕了之後 你就要開始調理 你身體裡面 令到你那個… 免疫系統提高 阿Donna Sand 我很喜歡他講的一句說話 就是… 當你原來你… 你低於Below 低於五十的時候 你食物以來都會反出來 但當你高於七十的話 你墮落一點都沒什麼問題 所以… 你要先提升你自己的免疫系統 當然如果你的問題 是來自… 在護膚品方面的話 那你就真的要… 令到你自己… 皮膚的底層很多東西 讓它走出來先 你一定要有一個過程的忍耐 你不要一出來 你就用這個藥按它 那你其實就跟拿走的警鐘很分別 好嗎? 答不答到 那…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 這位就沒有說男還是女的 但是他就說下巴 周圍都有黑色素 那怎麼辦呢? 下巴? 這麼有趣? 哪個紋約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看一看? 因為很少見到一個這樣的情況 哪個紋約走了? 這麼快? 走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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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想… 我想問呢 如果牌牌有黑色素的話呢 這個是比較少出現的 我不知道它有黑色素的情況 是… 它好像雀斑一樣 點點那種黑色素 因為是一些很大塊的沉積的… 色斑那類的東西 但如果你皮膚呢 有些不沉常的色斑沉積在那裡的時候呢 我建議你去看看醫生先 因為有機會呢 是會是一些的… 我們叫做一些的… 細胞便移都未定 但當然未必一定是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那個色斑 究竟是… 是甚麼顏色 或者是它的形狀是怎樣 或者是它處於甚麼位置 因為大部分的斑呢 我們講的正常 你通常見到的斑呢 多數都是兩邊 會比較多一點 是吧? 或者是… 如果是… 它天生的雀斑 是整個臉都點點點點點點點 比較多點 但下巴有斑的話呢 就會比較少 我們見到這樣的情況 那我擔心呢 你們的形容詞 是形容它的斑 但有機會是一些色素 一些的… 色素組織的變異 所以導致到… 所以這個我不可以答 因為見不到 好嗎? 那我應該就差不多了 OK 好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再繼續說 因為要時間乾了 所以我們繼續說 眼霜好嗎? 好嗎? 好 好了 我們的眼膠 我們叫眼膠 我不會叫眼膠 我們叫眼膠 我們叫眼膠 i-femin gel 我們i-femin gel 其實非常之開心 因為只是全球 只是大中華才有 所以我們給點掌聲 你們有買到的套裝嗎? 因為每個套裝只有八支 但是什麼時候會有呢? 聽說 聽說要過了這個大會之後 我們的年會之後才公佈 所以大家要拭目以待 多點回來 好嗎? 去聽一下消息 收下一封 這個就是我們的i-gel 手頭 手頭我們也有一支 我剛才問公司 用不可以用的 我說當然可以用的 不是我們擺的 一支只是這麼小的 很積色 有些人問我怎樣用 問我怎樣用 為什麼呢? 因為初出一回來第一天的時候 有人看到這個頭的時候 看到這個頭的時候 他只想拔 OK? 不用拔的 OK? 因為他整個頭呢 是一個膠棒的情況 然後他只塞上來 聽到嗎? 只塞上來 然後你就可以 塗上去你的眼裡 那我一回來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塗在手裡 塗完之後我還拍了一條片 這個就收過一條片 有看過嗎? 我們就已經立即看到 我通常我試 如果試i-gel 它好不好 可不可以真的收到紋 去不去到顏色呢? 我通常第一件事 我不是試眼的 我們顧紋來的 用東西很保險的 千萬不要先找大家 找自己的臉來試試 先找手來試試 在我們手的這個位置 我們叫鴉位這個位置 是我們皮膚 在全手來說 叫做最薄的 但也都是最多紋的 但當你塗完之後 它會白淨 我們看著它 就會立即白淨 還有會收到一些細紋 而我過了三天 我沒有理會它 照洗手照成 過了三天 我還看到有分別 那你就看到它有沒有效力 好嗎? 一會兒我們會找一個 出來做示範 好嗎? 好 好 好了 我們再看看 這個眼神 看看 哪些人適用 她看到 劉小姐 和梁小姐 的眼睛很厲害 是嗎? 我相信他們很需要這支 艾醬 OK? 趙小姐 和葉小姐 是嗎? 很適合上一年紀 需要嗎? 需要 好了 男士也很需要 你知道嗎? 我們在說 就是 我們在說 眼霜這個系列一出 是很多男士來買 是很多男士 對我來說 是很多男士來買 所以我覺得是好笑的 因為他們說 男士很多時候 她不化妝 也不會特別顧理 但尤其是很多做銷售業 或者有些做老闆的人 其實她很介意她的眼套 是嗎? 所以呢 這個也都是 你會看到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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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嗎?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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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先生是不是要 是嗎? 是 梁先生 那時候她要 梁先生似乎也不僅是這個位 梁先生以前很喜歡她 是她的眼睛 是嗎? 所以我相信她要再電得起 就要用我們的眼睛試試 是嗎? 其實這些梁 她們都可以試試 而我們在說 黑眼圈和眼睛浮腫的形成 的原因是什麼呢? 最主要就是 我們的血液循環減少 而令到我們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血管變粗了 其實會變得明顯了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血液循環 不能導致到 我們有水腫的情況 以及供養量不足 所以剛才我不是說了 如果我們的淋巴 這些位置封鎖了 是嗎? 相對來說 我們的臉色都會暗爽些 亦都是黑眼圈 會更厲害 所以剛才我和你按摩完之後 你不覺得眼睛好像馬上提升了 黑眼圈會比較淺些 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這個原因 很多人的眼袋會鬆弛了 OK? 好了 另外就是 我們很多時候 在下眼皮出現的是什麼? 黑眼圈 黑眼圈其實就是色素沉澱 而且皮膚的皺紮也會增加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陰影 很多時候 你站在這裡可能沒事的 但你可能在燈光底下 你就會看到 整個泡泡的拋出來之後 有一個陰影 是嗎? 另外就是血管堵塞 還有就是發炎 這些都是會引致到 有什麼情況 尤其是 我特別要說一下發炎 就是如果你經常眼是很容易發炎的 你很多時候眼睛整個眼蒙 整個眼膠 真的那些眼膠? 早上起床了那些眼膠 這些情況 就是說你裡面 我們叫做很多黏液 很多黏膜 這些情況 其實都會導致到 你的眼的滑膜 和眼浮腫的情況 是會比較多的 另外一會兒 下眼皮發生的是什麼? 浮腫的現象 浮腫的現象多數就是什麼? 肌肉鬆弛 就是你年紀越來越大 你沒有去打理的時候 你的肌膚開始鬆了 肌膚開始鬆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有沒有人戴遮瑕膜的? 就是你通常是這樣 來戴遮瑕膜的時候 通常你的下眼痛都會容易鬆 所以現在通常戴遮瑕膜 就是這樣一拔的 是不是? 你的眼睛 就不會靠著這樣一拔的 第二件事 令到鬆弛的原因就是什麼? 有很多人 他的落妝方法不當 而導致你的眼皮鬆 第三個原因就是什麼? 有些人經常眼痕 他們是這樣經常觸眼 我們看一個人 下面的眼紋 就會知道這個人是怎麼觸的 OK? 看著吧 如果那個人的眼紋 是這樣的 多數是什麼? 多數是他戴遮瑕膜的 就是這樣拔著 所以眼紋是這樣的 但如果那個人 他經常觸眼 是這樣觸的 他的眼紋是大交叉的 我問過很多次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如果 有些小朋友 你發覺他們很小時候 都已經有眼紋 可能十多歲已經有眼紋 你問一下他 他是不是有小孩 但經常觸眼 如果是的話 即是他的眼睛很容易 有細菌 或者令到癢 他就已經習慣常觸 那這種情況 就是剛才說到的炎症 整天都 眼睛很輕微發炎 另一個情況就是水準 發炎 循環不良 和脂肪組織減少或者腫大 有些人是脂肪組織很厲害 就會腫 這個也會產生的 我們第一型的勁眼 眼就是什麼呢 第一型就是下眼皮腦化 就是這些位置 第二型就是眼的膠界 要輕微下垂 通常我們這些叫Double Eye Bag 很多人有Double Eye Bag 兩個眼套 第三種就是眼的下界 包括光發力紋都會變深 所以不單是眼套 是有Double 甚至Trouble 的 Eye Bag 甚至連發力紋都會加深 第四種呢 就是拱膜出現 還有一些我們叫嚇袋 還有一些我們叫做鼻嚇溝 這些鼻嚇溝 這些就是鼻嚇溝 這個就是在不同狀況 老化的情況 也都是在不同的年紀 會出現的 當然第四型的是最重要的 如何改善呢 第一就是想減少皺紋 第二就是去改善了局部的微循環 所以就算你用Eye Gel 你可不可以不用Serum 不行 都要用Serum OK 因為你不單是塗眼的 你其他的皮膚 不可以的話 是不是都會相對都會拉鬆了 很多時候我跟很多朋友去說 就是當如果你是洗臉 有沒有人洗臉 只是洗臉的 有沒有人不洗頸的 有沒有人洗頸 只看洗前面不洗後面的 有沒有人塗邊 只塗前面 見到一個地方不塗後面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很難入口 我想問一件事 現在是否只有你這個地方會老化 後面頸的地方會不會老化 會的 但是後面很多時候 尤其是短頭化 太陽曬的時候 就更加加速去老化 當你不理後面的時候 後面老化一鬆的時候 就向前鬆 就對到這裡 行不行 前面就會有袋 明白嗎 明白嗎 所以很多時候 千萬不要只塗什麼 只看到那些就塗 如果看不到那些都塗它 好嗎 所以 Serum Franco 經常都說 他的頭髮為什麼這麼亮呢 就是因為 他不只是塗白臉 他用的產品的效果 他的CV不是六手CV的 我相信 應該是超過很多 因為他連這些地方都要塗 因為有一次我和他一起拍照 他就覺得 為什麼我的頭好像 好像電筒一樣 很光 另外就是緊致病 更新到皮膚結構組織 你會看到 如果我們還沒用之前 裡面的結體組織 和網狀組織是很鬆弛的 但當你用完之後 你會看到裡面的網狀的膠原 它的增生情況 是會減致很多的 也都是可以把那個 發明的現象減少 增加水分 所以當我們塗上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有一點點涼涼 甚至是輕輕的 當你有那個感覺 第一 涼涼的感覺是滲進去 如果你覺得輕輕的 其實它已經在裡面 那個血管裡面在做功夫 在加速裡面的血循環 而裡面的 裡面的多糖 是最重要的 可以立即緊致和保濕的 最主要就是有這幾種成分 醋 就是那些 我們叫做 海藻類的緊膚精華 蟲蛹 和海藻 另外就是 我們所講 獨家研發的 鋰細胞 那個因子的複合物 最重要 裡面是有什麼 那些性态和氨基酸 這些全部 六性态 四性态 二性态 這些全部都是 這些性态都是一些 激氨基酸 幫助你去建立 那個膠原 和那個妄脹組織 幫它 令到細胞活化 令到它更加有活力 另外就是 維他命 和濾黃糖 這些全部都是 一些改善色素 改善你的 循環系統 和很高的抗氧化 包括了維他命K1 橙皮甲肌 管肌 管肌 管穴 披抗 好了 我們立即可以看到 以及 現在可以暫時改善的 就是 立刻緊致 緊致肌膚 苦平的細紋 和皺紋 改善眼下的浮腫 和改善黑眼圈 而長期使用的好處 就是減少皺紋 淡化色素的沉澱 和改善循環 和改善了肌肌的彈性 我們用的方法就是 洗了臉 然後塗精華 然後塗一層薄薄的 眼部精華 平留兩分鐘 讓它乾 然後塗Cream 但你可以 我自己試過就是 當你塗過精華之後 塗了Cream 之後你再去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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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眼膠 效果可以更好 還有 有一件事就是 尤其是我們化妝呢 是可以令到它 沒有了那種 好像那種膜 那樣的感覺 可以令到出來的效果更好 好嗎 那我現在不如找一位的 朋友仔 有眼袋的 是的 我們又全球直播 去看看 如何去試 用這個眼膠 很大的眼袋 很大的眼袋 眼袋跟了你三十年 這麼厲害 好嗎 四十三 四 跟著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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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多一點 這裡 再多一點 跟著三十年 這裡好嗎 好 麻煩 跟著三十年 好 我先用水 輕盲一盲 你一邊的眼 不用了 不用煎 跟著呢 我們就是用一個 這個眼袋 真的很簡單 就是 你撕出來 沒有幾乎 對 跟著呢 就是 有一點 行不行 好了 然後呢 我就把它 撕出來之後 好了 麻煩你向上望了 我已經開始看到 中間這個位置已經凹凹了 好了 可不可以有一塊東西給我 快點 好 好 向上望 好 好 不然我們等 我們等久一點 撥它快一點 但我已經看著眼袋收了 那可以last 這個呢 其實呢 你如果即時的話 就一日 但是呢 這個 因為它裏面有生長因子 所以 其實keep on 去查的話 它都可以一路一路 令到你 剛才我講的 長期的效果 你大概兩三個月 你的眼吐 眼紋 色素 都會改善很多 我看到顏色已經改變了很多 我轉一轉過來 再看一看 再看一看 不要笑著 好了 我給鏡子看一看 好嗎 你們大家看得到嗎 好了 你先看著鏡頭 看一看 Ricky那位 是的 看得到嗎 好了 我們轉一轉過來 給觀眾看看 好了 我們再看一看這邊 給大家再看一看 看得到嗎 好了 我再給你看 很明顯 是不是很明顯 你的感覺如何 真的好了很多 所以 一分鐘 已經可以搞定了 好了 再給Ricky 全球看一看 全球 好了 我們給她掌聲 好嗎 我們請回 剛才那位 我們把這個模特兒出來 我們用很短的時間 就不要翻翻 可以看一下 撕這個面膜 你看到現在已經是 差不多乾了 但有些位置 因為時間關係還沒乾 所以不要緊的 其實基本上 你一會兒洗都可以的 撕這個面膜 我最開心的時候 就是 就是 很好畫的 但是小心 大家在撕的時候 為什麼呢 撕的時候 最好不要在別人的前面 因為人們會覺得 是否在拍攝這個女生的影片 撕到一塊一塊 撕到一塊一塊 還有不要在小朋友面前 不要一會兒嚇到她們 看到是可以整塊撕出來的 就算黏在眉毛的地方 你眉毛的地方 都是不會掉的 已經是 撕光了 如果是乾不曬那些 沒有所謂的 你可以把它抹走 然後 我們直接去 塗上 濾濾 還有 如果是日後的 就塗上 日霜 如果是晚上睡覺 我們就可以塗上 晚霜 最後 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當你們用晚霜的時候 你晚上 那一晚 它第二天是 你那天不夠睡 你第二天要很早起床 你要化妝 但你可以 即是想 令到你的皮膚 更加美麗的話 你那晚不做面膀 你就把那個 板箱 厚塗 它們 那你第二天 你會發覺 那個光滑程度 消除中下的情況 會更加明顯 我想問一下 Apple現在的感覺 很舒服 舒服是甚麼 舒服是因為我摸著你 不是 那麵膜的效果 做得很好呢 那麵膜做得很好 而且 和我拉緊了皮膚 所以很爽 那麵膜 你是從來沒有用過 Normales的嗎 第一次 不是 我之前 我都用了一兩次 之前用了一兩次 但是效果呢 你覺得和你以往用的面膜有甚麼分別 以往面膜就是一張紙黏在臉上 這個就好像一塊膠 可以撕出來 但是效果呢 分別 分別呢 這個效果呢 就和我分 分得很緊 和好像和我鎖緊的水份在裏面 那樣 好了 我現在想你摸一下你的皮膚 兩邊的分別 剛才一邊有按摩 一邊沒有按摩 和你做了面膜和未做面膜的感覺是怎樣 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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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緊很多 和呢 就是 拉起得很緊 這邊呢 就是有點鬆 少少是不是 少少是透透的 是的 但是比於你未做面膜之前的感覺呢 那你會不會繼續用呢 那你會不會繼續用呢 那你會再密一點了 因為我怕那個效果 就是因為我不會做那個面膜呢 怕那個效果做錯了 你覺得這個簡單不簡單呢 這個面膜 其實是不會做都就查到 都已經搞定了 所以這個護膚問呢 我經常都說就是 你來上課呢 最主要是知道一些原理 其實你不會做的話 不要緊的 你一樣都可以做得很漂亮的 現在我自己是和他塗一下 我塗了兩泵 只要很快 很平均地塗完 包括在你的眼 面 耳朵邊 很多時候我都不塗耳朵 耳朵都要抗氧化 好了 那塗完之後呢 我們就和他塗上日霜 有人問過我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用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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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妝 就會起一些一粒一粒一粒的 好像擦紙膠 那樣的東西 這個是不停的 我跟你說 我試過 我試過有 我也試過沒有 OK 分別在哪裏呢 分別就是 當你如果塗上 serum之後 你未吸收完的 serum 你就塗上日霜 你的皮膚的表面 剩下的 serum 和 cream 結合完之後 就會成一種 好像膠質的東西 這裏就會被塗紙膠 那樣的情況 再加上你化妝的時候 你的化妝的手勢 是擦擦擦擦擦擦 就好像把膠質的東西 把它擦掉 OK 那些就是你未吸收完的 serum 和 cream 結合了 另一個情況 就是說 你的皮膚本身 你的角質層被脫掉 而在脫掉的過程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為你的 serum 沒有辦法 完全可以 進入皮膚裏面的底層 那所以呢 只要你的皮膚 過了一段時間 已經是 調整好了 就會失去這個情況 這個就是日霜 那日霜 不單止是可以 入口塗的 晚上你都可以塗的 晚上你都可以塗的 而且不單是室內塗 你室內都可以塗的 因為室內 很多時候 都會有一些紫外線的東西 譬如射燈 尤其是你做銷售 做銷售的話 你更加要塗物商 還有就是請你 記得塗的 塗在口頸 行不行 好了 那整個的過程 已經是完成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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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的時間 已經到了 也超時了十分鐘 謝謝現場的觀眾 也都謝謝 在電腦後面 或者在鏡頭後面 全球這麼多位的經商商 我們有機會再和大家見 拜拜 又一次感謝Carroll 每次都給我們一個很好的資訊 我們今晚這個會議 就是在這裡建築 我再提一提大家 我們每逢